来吧 刘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选择 谢谢 现在只有4号 王晨文 刘灯了 有请 王晨文 20岁 粉丝 网店店主在天津 喜欢爱运动的男生 爱干净的男生 有尊重性的男生 我们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是谁 18号 王晨 王晨 25岁 粉丝电视台主持人 河北石家庄 喜欢纯爷们 不喜欢小气的男人 要接受我化浓妆的习惯 你难道前面没听出来 那个弦外之音吗 你敢留灯 我就敢牵你的手 我说实话我真没想到 我以为他就是 为了可能说活跃一下自己 然后活跃一下气氛 我要知道的话 我就不发扬了 你现在知道有多得罪人 多伤人了吧 我觉得我就是这么被剩下的 来 看看他们三个人的匹配分支 王晨文和吴征的匹配总分61分 外形76 性趣61 个性53 个性53 婚姻49 王晨和吴征的匹配总分66分 基本情况88 性趣50 个性67 家庭62 婚姻54 来 走到两位的中间 对不起 心仪的姑娘18号王晨是自己灭的灯 所以她可能会拒绝你 但也不排除她突然间觉得 一个浪子回头 真的是什么都买不来 我喜欢她愿意去铤而走险 甚至是飞蛾扑火 但是4号 王晨文是为你留灯的 只要你去牵她的时候 她100%的愿意跟你一起离开这里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期待一刻倒数5秒 5秒钟之后 请走向你想牵手的女生 5 4 3 2 吴征 请选择 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一见钟情 但是我更看重日久生情 来 恭喜两位 你们俩将会获得约会发提供的 每人1000元的约会几斤一份 另外还有每人价钱1000元的约会发的一品一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舞台上真实 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 你在这个舞台上坦诚自己所有的情感上的经历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最让人担心的是 你让女方看不到有未来 看不到有希望 吴征 王晨文 祝福两位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场男嘉宾他的爱情最主张 他不要什么 我不要爱撒谎的女生 我不要太言们的女生 我不要腿粗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你好 邱老师好 你好 白女们好 现场嘉宾和电视机前的嘉宾们 大家好 我叫赵思雨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我的交友线是 我一直期待寻找你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谢谢 有请Mr.I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掌声欢迎的30位姑娘登场 来 我们用全场亮灯的方式一起来欢迎赵思雨先生 思雨 刚刚30位姑娘好 从你面前一个个经过 你要认真地去寻找出第一眼看上去 就是想跟她约会的那个女生 好的 好 来 选择一张 好 来 选择一张 你是喜欢皮肤比较细腻一点的 白一点的 还好吧 我不是很在意 还是无所谓皮肤 对 第一印象她是给我的感觉 笑容啊 眼神 还有腿部要比我腿粗 我们可以想象 心意的姑娘一定不是一个粗腿的姑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个姑娘她是谁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12号 一小姑娘和赵思雨的匹配总分是78分 基本情况81 外形82 兴趣87 个性67 家庭71 婚姻是80 一小来 我爱好旅行 爱好红酒 你呢 第一箱我爱好 而且很爱好 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 阿兰坡 西藏吧 西藏 对 那好 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够一起从这里走 我们一起去青海好不好 好 那就说准了 一起去支教 支教 我去过甘肃支教 青海还是没有去过 我去过 我可以带你 好 谢谢 了不起 了不起两位 都有这样的一份大爱在内心 好 记住12号一小是最匹配的女生 好 我们第一眼对于赵思雨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请用手中的案件来表示一下 开始 好 这边的六位好像商量好一样 这位兄弟 您好 您好 我特想问你一下 你是我们北京爷们吗 东北爷们 那真不好意思 我本来想说我们北京爷们没有穿的这么像缅甸洗剪吹组合似的 你挺挺挺好的 缅甸洗剪吹 这越南的吧 谁也为几个人呢 你是北京的姐妹吗 必须是 没矛盾 连缅甸跟越南都搞不清 9号还一刹灭灯了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灭灯的理由很简单 一 男嘉宾说不喜欢腿住的女孩子 我的腿就是住的 我面前都跑 能不 能不住吗 可能 然后呢男嘉宾又说 他比较喜欢皮肤白的女生 我就是黑的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在他面前啊 就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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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号 九号山 你好 你好 你是外贸协会的吗 不是 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练速滑项目 所以腿粗 腿粗怎么的了 招你惹你了 没有 没有怎么就不行呢 没有 他 我给他解释一下啊 你看 你一说他不知道怎么说话 他就是一个选择的门槛而已 他不是单对单的针对 如果他跟你一起处对象 比方让他笑了一句 我不喜欢腿粗啊 那你可以说怎么了 他生活当中他想找一个腿细的 没有问题 这是他的权利 来 19号 蔡阳 他就喜欢身材好的 我就剩下这么一个优点了 我对身材的意义不满意的就是 就是我腿太细地了 我马老是我你看你那两条腿 细得跟筷子塞的 我觉得还是蛮符合他的要求的 优雅气派大捧帆 所以我得留等 好 谢谢 18号 难得举手 来 举上衣 我有个小意见 您说 我希望你很瘦 所以不要穿高帮的鞋 本来瘦的人就不会显个子高 还有皮肤不白 不要穿这种水洗摩白牛仔裤 会显得人不干净 好 谢谢美女姐 但是 不会穿并不影响 我想去了解一个人的心态 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的赵思雨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一起来看维瑟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思雨 东北儿 现在飞行工作 做 做媒体策划 你如此美丽 而且你会难积 平时在家一般是我喜欢 静动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份特别美好的校园恋情 然后呢 我认识他才发现 我还是一个浪漫的人 我在我们学校的所有的锤柳上 刮满了封信子 就是一修歌 在每个封信子下面写上我 自己的每一条都 每一个都不一样的祝福 连铺天盖地都是封信子 他们都感动得哭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很遗憾的是 经过这个事情 他还是没有接受我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想疯狂的工作和享受生活 就是我们生命的两个部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想我的女朋友 是一个很得体的一个女孩 得体表现两个方面 外在的女孩 他能在气质上面和穿着上面很有体 另一方面 他能和我的家人和朋友 想出的很严肃 不说大声音乐的至少能和我们相处 如果你是这样的女孩 我们一起约会吧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就是好钦佩好羡慕那样的一种感觉 两个人一起手牵着手 用四只脚一起去丈量这个世界 对 一起去感受这个世界 7号 沈阳 看你VCR里边 你还是个比较浪漫的文艺青年 算不上吧 就是弹吉他嘛 对 弹吉他 还挺有点音乐细胞的 一点点 然后你说你之前的表白失败了是吗 好几次表白都失败了 你遇到对的人 说白了虽然你之前的表白在你的感情里 给你画了一个红色大叉子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么多女嘉宾 不信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对勾的 加油啊 好 谢谢你 好 1号 李四乔 男嘉宾 你好 李四乔 你好 我感觉你和我呢都是属于那种天然萌自然呆的 我觉得我刚才一下来一拍你肩膀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我不耐你 而且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偶像 你叫谁吗 你猜 不是叫赵斯宇吧 不是 你应该说你猜我猜不猜 你长得特像方大同 然后我朋友吧 又说我长得有点神似梁静如 我觉得咱俩特别的配 那我唱一首梁静如的歌 跟你表下白行吗 好 谢谢 爱真的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勇气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上心里 你的真心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两个陌生的男女青年在舞台上 深情款款地对唱情歌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我也是 甜甜的 两人都收到 那牵手吧 好 谢谢1号 李四乔 来 11号 陈雪 我刚才跟1号这个情歌对唱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反酸水 关键是看谁能够保住机会 看谁能够抓住要点 好 来 各位一起来进入大考文 考文开始 在感情当中 你如何定义自己 我算是一个小男人吧 怎么理解 因为我喜欢围着我的女友转 我喜欢费心思让她开心 你会为对方做些什么 会做很多事情 我会只宠她 疼她 相信她 答应她的事情我都会做到 如果有人欺负她 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去帮她 她开心的时候我陪她开心 她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哄她开心 在我眼里她是最美的人 在我心里只有她 谢谢 这样的状态能一直坚持吗 能 我坚信我能 因为我感觉感情找来 确实是来之不易的 所以我会珍惜 而且我的感情不要80度 只要100度 两个人在一起爱人 为什么不好好取爱 为什么不全身心地取爱 我认为我会坚持没有问题 考文完毕 她承认自己是个小男人 喜欢围绕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只要是她想要的 她喜欢的 她一定要尽全力地去 满足对方 只要对方快乐就好 留灯的姑娘们 提问开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王子彤 我刚才看你那个大口问里边 你里边说的那段话 是台词来的对吧 是 操来的 那你自己心里真的是那么想的吗 是的 你觉得你的女朋友转是吗 那你觉得你希望你的女朋友 是什么状态呢 是她享受你围着她转 还是说你也希望她能够 有的时候围着你转呢 如果我女朋友她是这种的 我就可以围着她转 但如果我女朋友她 她如果是围着我转的 我也是完全OK的 在我看来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就是无论是谁围着谁转 都是一种不太健康的相处方式 您说什么样的状态 是健康的状态 就是我觉得两方之中 就是在情感上不应该有某一方 是一直站到一个主导 或者一直是享受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刚才您说就是你属于对女朋友 是用100度的热情去对待 就是摆依摆顺的这种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跟你的女朋友 在以后的就是交往过程中 就是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属于会是一个比较有主见性 有主导性的一个男人吗 我不认为就是做一个小男人 就是对女朋友摆依摆顺 你宠着她不一定就是完全顺着她 其实在生活中的小事来说 我是不在意的 很多事情我是不在意的 但是我认为 我还是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我觉得懂得浪漫 都是注重感觉的人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在日后生活当中 过了很久之后 你因为一些工作上的所退的事情 而伤神的时候 对你一直所坚持的事情 有所松懈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挑礼了怎么办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她太好了 我对她稍稍差一点的时候 她挑礼了 她不理解 她不理解你在外边工作有多忙 她不理解不拉不拉不拉的一切 她只认为你对我的好是理所应当的 她也不是不理解也许就是之前你做得太好 她有一种惰性了 很依赖 你没有那样做她会觉得有问题 我感觉这是什么样 如果是她感觉她理解我 只是对我杀出骄傲 她那意思警告着我 说你最近对我没有以前的好了 我会接受的 但是如果她出了一个 完全不理解的一个角度 她说您对我变了 我想这样 你怎样了 浪漫真的不是爱情当中唯一的主题 是的 你怎样把淡如水的生活 长久地维持下去才是重点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浪漫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浪漫的人却是一辈子 好 谢谢 来 1号 李思乔 男嘉宾 我还是觉得你哪儿都挺好的 跟我也特配 就是我想问你如果要是 我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你又得上班 那你是愿意辞职陪我一块说走就走吗 那如果你的男朋友愿意辞职去陪你上班 丢下一份很好的工作 你能干吗 你这回答还让我挺呵呵的 如果换做我的话 我一定会陪我的男朋友说走就走的 我觉得我享受的是这种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这种过程 而不是说最后的结果 其实我认为因为我是个男人 首先我要兼顾养家的重任 所以我认为对于男人来说 事业和爱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非说你必须要辞职陪我去 共赴一场浪漫 我想我想要的女朋友也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没有想过旅行会让两个人的感情 更加得亲近吗 我认为两个人旅行的时间有很多呀 不必非得辞职去挤一点时间 好吧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还让我挺呵呵的 好 谢谢你 好 来 油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哇 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嗯 来 我们看一下 心仪的女生 她是谁 1号李四乔 有请 李四乔21岁大专 房地产公司行政专员在天津 喜欢从事金融行业的男生 喜欢稳重一点的阳光男 不接受同行的 李四乔和赵思雨 对于匹配总分65分 基本情况81 星期二号38克星66 家庭都是4婚姻71 其实刚刚看到你们俩 深情对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戏 但是没想到最终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1号李四乔突然自己就灭灯了 接下来您有权利去提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选择阶段 为什么灭我 就是因为你不能给我一场 因为我觉得旅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然后两个人在旅行当中 能擦出在平常生活中不同的火花 但是你不能给我呀 接下来就是男嘉宾自己的选择了 在追姑娘这个环节上呢 我觉得是男人的就应该往上冲 接下来就快点 李四乔格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我是有备而来 今天早上我早起来去做一个面点 我想带给我新的女嘉宾 好 可以 自己做的面点 哇 这真是 我可以走上去了吗 可以 其实我认为我自己还是不算言辞的一个人 我认为还是在两个人中还是要做得更多一些 所以我愿意花心思给你 而且我可以带给你一场旅行 这场旅行是毫无牵挂的一场旅行 这个呢是我今天早上做的一个面点 我里面放的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虾 我想带给我新的女生品尝 你会吃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吃下去 好 来 是一封小纸条 是一个小纸条是吧 是 真的很用心的一个男生 你愿意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吗 他深情宽宽的写 亲爱的 我能想到 这个还是想听吧 这样吧 既然他有点好色 不是 有点羞涩 我口误啊 既然有点羞涩 那我就来看看好不好 好 亲爱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